中国古代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 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 这就是每一处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 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 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 一般的说 多数庭院都前后串联起来 通过前院到达后院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 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 家中主要人物或应和外界隔绝的人 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 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 这一点与欧洲建筑的一目了然完全不同 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祖群与布局 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 沿着纵横轴线进行设计 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重轴线上 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 北京故宫的祖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 是最能体现这一祖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力 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守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 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 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 这就是每一处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 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 一般的说 多数庭院都前后串联起来 通过前院到达后院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 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 家中主要人物或应和外界隔绝的人 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 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 这一点与欧洲建筑的一目了然完全不同 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祖群与布局 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 沿着纵横轴线进行设计 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重轴线上 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 北京故宫的祖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 是最能体现这一祖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力 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守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 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 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 这就是每一处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围墙之类 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 一般的说多数庭院都前后串联起来 通过前院到达后院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 家中主要人物或应和外界隔绝的人 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 这就形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 这一点与欧洲建筑的一目了然完全不同 同时这种庭院式的祖群与布局 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 沿着纵横轴线进行设计 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线上 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 北京故宫的祖群布局和北方的四合院 是最能体现这一祖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力 这种布局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守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 它最便于根据封建的宗法和等级观念 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 在住房上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